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先军太公 江土 东到哪 西到哪 南到哪 北到哪 这就是我们齐国领封的土地相当广阔 所以按照杜毅的说法是 这是齐桓公自言其胜的意思 但是也有不同的解释 还有一种解释认为这个牧陵不是齐地 而是指现在湖北省麻城的牧陵关 这就到达楚地了 而吴帝也不是齐国北部编义的吴帝 而是指现在河北省的如龙县 那是当时帝处北国的燕国燕兆土地 因此此我先军旅实际上是跟前面 武侯九博乳师征之 跟征之的这句话相关联 是可以征讨的范围 实际上也就是天下的诸侯 其实都是齐国可以征讨的对象 那么这两种说法 自古以来聚众纷纭 但是从这个语境来讲 我个人更倾向于第二种意见 就是说这个四我先军旅是四个我们先军可以征讨的范围 因为这句很明显是针对楚国使者传达的楚子的话 君之舍无地 是不是 怎么是你的土地呢 普天之下 莫非王臣 四海之兵 莫非王土 那么既然是莫非王土 周王使命令我们齐国可以征讨的范围 就不是摄无地的问题了 这是破了君处北海 寡人处南海 风马牛不相及 那是相及的 又破了君之舍无地 然后就要回答何故了 是不是 何故呢 首先 耳供包毛不入 这个包毛 我们看一下杜玉的柱 杜玉分开来解释说包是果树也 包是一个动词 把这个本来 这个 散开的物体 果树在一起 这叫做包 毛 毛就是 精毛 这种精毛是处地的特产 古代在举行祭祀的时候 都是把这个包毛 那么戳在地上 然后把酒从顶上灌下去 在酒顺着这个包毛往下流的过程当中 扎字就会被过滤出来 我们可以想见古代的酿酒技术 绝对不可能像今天这样 这个精致 所以要把这个扎字过滤出来 把这个纯酒慢慢的森到土地里面 意味着神享用了这些酒 这个过程 其实杜玉这个定义非常准确 他说树毛而灌之以酒 这个行为叫做缩酒 礼记的交特性里面 有这个缩着用毛 郑玉主说 几只以毛缩去自也 几只就是过滤 过滤这个酒 用这个毛 目的是为了把这个酒里面的扎字过滤掉 周里滇诗里面说 祭祀供消毛 好 郑兴的注 郑兴也是东汉的一位学者 说这个消字获为素 素 我们等一下再看 按照郑兴的说法 这个素应该读为缩 读为缩 A读为B 甲读为乙 这是古人用来明通甲的一个术语 所谓他读为他意思就是说他的意思也要用这个缩字去解释 具体的来说 所谓这个缩着用毛就是 树毛立之祭前 祭祀的对象的神位之前 然后卧酒其上 下面比较明白 酒肾下去 若神引之 很明显这段文字是 这个孔兴达正义的文字 故为之缩 这个缩就是 圣野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 素这个字 说文解释说 素是古代的一种祭祀礼仪 具体来说就是 在祭祀的时候 树毛加以灌归 而灌长久 是为素 相神引之也 大体上就是 在这个神位的前面 这个立一束毛 然后把这个酒灌下去 这个意味着神来 信之 就是享用了这个美酒 大家都知道 在古代的国家政治生活当中 祭祀是 至关重要的一件事情 左转文工二年里面就说 四是国之大事业 成功十三年里面 说国家的最重大的事情 无非就是祭祀和战争 把这个祭祀和战争平裂 而且四还是在荣的前面 可见古代祭祀在 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那么 而宫包包不入 影响了周王使的祭祀活动 这无疑构得上一条重大的罪 罪过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 书文解字解释这个贡是童也 断注说周礼尚书 供给供奉字 皆 这个贡应该是贾 贡子为之 从这个字形来看 就是两只手捧着一个东西 所以是竞献某个东西 这样的意思 至于说后来又加一个丹利人 那是一个后起字 因此这个供和供应该是古今字的关系 好 吴以缩酒就是吴包毛以缩酒 吴包毛以缩酒 那么 这就说影响了 已经严重影响了周王使的祭祀活动 因此寡人是真 寡人是真 我来过问这件事情 课本上这个有注释 真是问的意思 这个真何以有问的意思 其实大家如果是课前准备的话 碰到这个地方 一定不能够轻易放过去 因为这个地方涉及到 这个针后来写成这个针 但是下文有赵王难得而不复 这两个针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所以一定要查字典 把这两个字的关系搞清楚 好 这个尔公包毛不入 这个入字我们看一下 王力先生把这个入和内 看作是同源字 我们一般人与感上 好像这两个字读音差别太大了 是不是 读音差别太大了 王力先生给同源字下定有两个标准 一个是语音上相近 第二是意义上要相通 入和那 入和内 这个语音上的关系我们能够考虑到 但是语音上的关系太远了 可是按照王力先生的构理 大家看 这个生母是一样的 孕母的主要原因也是一样的 不同的地方在哪儿呢 就是韵尾不同 至于说 比如说像这种 前面这个是乌戒音 这个是一戒音 这种戒音上的差异 前面我们看到 这个同源字之间 往往会通过戒音的差异来区别 但是这种韵尾上的差异 太大了 一个是得 一个是不 他们二者又怎么会相通 其实王力先生说 语音相近 这个是人们为了区别 两个字的意义 一个字的两个不同的意义 这种差异可以从一个音节的各个部分去进行改造 所以通过改变运维也是完全可能的 包括去掉运维 但是大家看主要原因不会改变 也就是说两个字 一个字有两个意义 要把这两个意义的读音形式区别开 那么通常是改变一个音节的某个部分 而不会把声音掉 全都改掉 从书文解字的解释 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入和内的关系 许臣把入和内用互逊的关系来说明 入内也内入也 仔细考虑一下 这个内是里边 进到里边就是入 如果是使进到里面 那就是那 好 这是这个包包不入的入字 我们看一下这个针子 因为碰到这种字 我想最简单的办法 就是直接去查好一点的古汉语字典 比方说王力古汉语字典 就对这个正做了解释 说它们是同源字的关系 而且是完全同音的关系 来看这个语音形式完全相同 在王力古汉语字典后面的辩析里面说 这个正有征兆 正验的意思 而这个正是证实证据的意思 点击中常以正来训证 或同训验 都用这个验字去解释 正是正字的病正义的后期专用字 断定你有什么病 这个病应该表现为哪些症状 加这个病字旁应该是后期的 王力古汉语字典里面 给这个征字列了五个意象 第一是征招的征 第二是求的意思 其实这个招和求 这个语音关系是比较密切的 第三是问的意思 问是求的一种方式 第四是迹象的意思 第五是正验证明的意思 那么这五个意象 这样来排列 对不对呢 我们知道王力古汉语字典前面的训言里面 我们曾经认真读过 是不是 王力先生说了 这个字典的编写 理想的字典应该是 把本意放在第一个意象 然后是近隐身意 然后是原隐身意 然后是假结意 这样把一个字或者词的意义系统 很清晰的展现给读者 对读者理解这个字的意义 是很有帮助的 但是刚才我们看一二三个意象之间的语音关系是比较清楚的 按照王力古汉语字典的处理 第四五个意象 或者是原隐身意或者是假结意 那么究竟是什么意义呢 我们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朱俊生的通讯定生里面 对这个证字典的解释 他说这个证啊 当以明信应验为本意 而征兆 征求 为转注 转注就是隐身 这是朱俊生的意见 朱俊生的意见 按照朱俊生的意见来排的话 应该第五个意义项 是第一个意义项 好 这两种处理 哪个更合理 大家可以自己去做一下研究 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 对�r俊生的意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